Transfer Disclosure Statement Transfer Disclosure Statement 其實就是一個Seller 去買一間屋的時候 一定要Disclose Disclose就是 就是告訴別人 告訴別人 記得close是關門 Disclose就是開門 開門 Disclose的時候 首先什麼要Disclose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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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那什麼Disclose呢 首先有什麼要Disclose 那間屋的Age 要Disclose 那間屋的Condition 要Disclose 那間屋如果有任何Defact Defact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間屋有什麼破壞 壞了要Disclose 那間屋如果有什麼 貌 是指Bud Mal Function 就是Bud Function 嗯 那Mal Function 不動的東西 洗機不動的東西 包括是HVAC HVAC都是是HVAC 就是HVAC HVAC 就是HVAC HVAC 就是HVAC 還有Aire Condition 另外 HVAC 就是HVAC HVAC 就是HVAC 那那個Curman Driveway 和那個Fence 即是說外面 什麼叫Curman Driveway 即是說在一間屋外面 是有條路可以洗的車出去 Fence 就要Discose 就是有欄 那如果那些屋的Addition 加了一間房 Addition Add 這個字其實是加這個意思 還有例如Structural Structural 這個字就是有Structure 這個字 Structure 這個字就是結構性 如果在結構性上面有Alteration Alter 這個字是改的 Ration 是一個單位 名詞 結構性的改動 其實就是Repair 日久失修 例如Repacement 把那樣東西代替 Place 這個字是地方 Replace 即是把另一個東西代替了地方 然後還有Change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需要Discose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我們就說 如果那間屋是有Flooding 浸個水 Drainage 這裏其實雖然大家聽起來好像很悶 但是是好的 也挺好的 因為裏面很多這些字 是我們的題目經常會聽到的 Drainage 這個字是Drain 就是排水 好像Soolage Soolageism 就是糞便 那些水 Drainage 也是流出去的 排水 排水器 入去和出去的屋子 究竟 如果關於松陵那裏 有Violation 要不要說 是要的 Violate 這個就是犯法的意思 英文是犯法 松陵 我們知道已經說過了 有Up 松陵 由住宅轉為商業 或者是單松陵 由商業轉為住宅 或者是Sport 松陵 這個提一提大家 松陵主要的目的就是 將那個區 劃分了 這裏是住宅的 那裏是商業的 那就貴一些 稅收是好些 還有 治安那樣東西可以控制得好些 就是 more organized 是的 more organized 還有 non-conforming 如果是有一些 你 那間屋 是 用了某些地方 但是 它是 不應該這樣用的 non-conforming use 的時候 那你也要 disclose 告訴它 例如說 有試過一次 有間屋 它 是那個 那個洗手盆 本身是拆了個位 移到其他地方 拆那個人是知道 是不對 是錯了 所以 它賣的時候 它是要 disclose 告訴新疆 它 不disclose 是不行的 因為這些事情 本身是不知道的 那麼 homeowner association 就是一個 叫做 業主立網法團 就是說 一班 homeowner 在一個區裏面 例如說 有一個區 這個區 就叫做 假設 Hilltop Green 在這個Hilltop Green 裡面 在Richmond 他們有很多間屋 每間屋 有2,000至4,000隻 而他們有一個泳池 究竟誰要保持這個泳池呢 原來他們每個月要付65元管理費 那給這些錢呢 原來就是供應給這個 叫做 業主立網法團 這個業主立網法團呢 他們做些什麼呢 他們呢 就是set了一些 by law 這個字很常見 一定要認識 by law 原來就是一個會 的會 的章程 會章 會章呢 就是裡面會 首先除了 by law之外呢 它也都會有一張叫做 the board of director 那個會裡面 哪一個是 啊 會長 哪一個是副會長 等等 那 而 它大樓呢 和 board of director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 大樓呢 其實是一些條文 是一張 差不多是那個會的法律 法規 它呢 就說 我們這個會 如果要選會長 是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一年選一次 是 兩年選一次 會長一定要是 我們裡面 homeowner的其中之一分子 不可以是一個租學 等等這些說話 就在一個拜羅裡 說好了 那他們也都要註冊的 他們不是說 一些 烏合之眾 而這些錢呢 放得進去呢 他們不可以亂花的 那 而這些呢 會張裡面呢 就會說 這些錢是怎樣花的 整個過程呢 我們這些 為什麼要知道呢 因為 HOA一定考 一定考 只不過是 那條裡面 考些什麼呢 你就要大致策資了 除了這些要Discord之外呢 我們呢 也都要講 那個 那個 屋裡面 有沒有一些 叫做Citation Cite這個字呢 就叫做 檢控呢 這個Nown呢 就叫做 Citation 所以呢 這些字呢 是跟那個 Violate 這個是動字 Violation 是 很類似的 Violate 如果你犯了法 就會被人罰你 被人 殺你 那 那個Property 有沒有呢 那 它這些 會不會 那個Property 又有些叫做Lawsuit呢 Lawsuit呢 其實呢 是 說 被人告 被 人 有法律 在訴訟中 除了這樣之外呢 還要講一下 那個Property 是不是在 Location within 那個 Earth earthquake呢 Earthquick呢 就叫做地震 這個字 在Earthquick Zone 那裡 最後呢 就是說 這一個 Property 有沒有曾經有 山泥傾石 Land slide 有沒有曾經 著火燒過 有沒有曾經 被地震 震過 震難過 以下呢 雖然我們看 Discourse 什麼 你不需要記 但是呢 我們請你注意 一件事就是 這些字 by law 一定會出 citation 會出 violation 會出 Earthquick 這個字一定會見到 在題目上 Flooding 這些字 松明這些字 一定會見到 nonconforming 也會見到 所以我們英文牆 就考慮到 OK OK OK